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佛丽莎 我是Eaton 我觉得就是今年这个大选相较起往年来 就是咱也不用说太以前了 从2016开始吧 2016 2020 然后一直到今年 我觉得今年是大家都觉醒的一年吧 然后很多人真的都付出非常非常多的实际行动 尤其是华人的选民了 我们看来 然后这个是让我感觉非常非常惊讶的 对 我觉得跟其他几次选举比起来的话 教会这是动员的非常多 然后很多牧师本来说不讲政治的 现在也出来讲话 很多父母 比方说投票也全部都出来了 然后还有很多基督徒就是 投票跟我不干我的事 政教分离这一次真的都出来投票 而且主动的跑出去拉票 所以这一次的选举真的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因为大家有一个危机意识 有一个危机感在这个地方了 大家这个房子都买不起了 通货膨胀太糟糕了 然后小孩开始变性了 然后各方面的这个东西 所以大家有一个危机意识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我们这次呢 大家每个人都有很多突破 我们这次也有一个突破 我们这次做了一个就是 我之前想做但是从来没敢过做的事 就是做选举包 选举包这个东西 我们之前都是抄别人的 对 就是之前就是什么哪个哪个教会 哪个哪个机构出来 就是机构出来的 然后就说这个是基督徒的 然后这个是保守派的一个选举指南 然后你就发现那个选举指南 很多local的也没有cover到了 然后那个选举指南网站做的也不太好看 然后你就反正一大堆的英文 然后你就要上去找找找搜搜搜 对吧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就是我当时弄看的时候了 我就感觉说这个对华人选民来讲 有比较大的困难程度 因为很多人英文真的是没有办法 然后你如果让他什么上网站 然后看了一大堆英文的页面 你让他从这么多的英文字里找出来 说我是哪一个选区我要投给谁 我觉得这真的是太困难 你对他们来讲 你就好像是逼一个70岁 不会讲英文的人 让他非要去考一个大学文凭 这样的感觉 真的是太困难 对所以我就这次呢 终于是突破我们自己 然后做了一个选举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这个选举包 然后你用完之后的感觉怎么样 我们是希望说多多少少 可以帮助到大家 那这次呢 做了选举包之后 其实也 我们自己也有一些心得 就是也让我们发现了一些 以前没有发现过的事情 然后发现了之后 还让我觉得说 哦原来是这样的吗 就是以前想的很简单啦 就说哎呀对吧 那个既然很多local的职位cover不到 如果你去看很多的选举指南 他都给你说 比如说我们那个总统要选谁 国会的议员要选谁 然后什么那个 呃 加州的议员要选谁 等等 这些有党派的职位 那说实话 有党派职位 你不太用给 因为 你都都到这个时候 你还能选民主党吗 也不太能 你只要看党派投票 基本上就这些职位 你都可以搞定 有些无党派的职位呢 反而是在这些选举指南上面 能够cover的部分比较少 比如说有些市政府的选举啊 某一个城市的选举啊 然后很local的 什么水区啊 然后你那个教育的部分啊 学区啊等等等等 所以当时想法很简单哦 最主要是法官 哦对对对 还有法官 以前我们 以前我必须说老实话 以前法官我都乱选 哦 就是看着说 哦谁谁谁 哦可以谁谁谁 就是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资讯 在这个地方 那就是 那时候选法官的时候 我就随便乱选 然后这一次 他真的是把所有的心思 全部都放在选举报上面 大家真的是 但是住男家的各位 他真的花了非常非常大的心思 我一开始 他说他要去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是就是 那你节目不录啦 那你其他东西不用写啦 你其他东西都不做啊 你就天天弄这个东西 然后他还把 我们的电话公布出来的时候 我这个 大家应该还记得就是 在节目上的时候 他就说 我们电话是什么什么什么 我会接 然后我整个 OK 对 但是 只是想说 就是让大家 不要说特别懵圈 然后 对 但是做选举报的时候呢 有发现到 几个问题 就是跟我之前想的不太一样 我本来想说 如果一个城市 对吧 就比如说 你住在奥曼蒙 然后我就问你说 嗨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 选票拍照给我 然后你给我 之后 我就可以去研究你 比如说奥曼蒙 这次市政府要选谁谁谁 选区要选什么什么什么 水区要选什么什么 我就是做一张 这个城市的选举包 然后整个城市的人 就可以跟着一起用 到后来发现说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就是并不是说 一个城市的选票 内容都是一模一样 不代表说 你住在奥曼蒙 然后你跟另外一个 住在奥曼蒙 的人选票拿出来 上面的题 都是一模一样 其实不是的 后来我发现说 有很多出入很大的 你知道是我 这个突然发现 是什么时候 是我做到某一个 城市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题 上面写到说 市议会二区 还是市议会四区 然后选谁 我当时候背就出冷汗了 我想说天哪 那就 那要是市议会四区的话 那就代表 还有市议会一二三 那这些 这个选票的信息 这个题的信息在哪里 你知道吗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还有的地方 比如说他住一个城市 他可能住在北边 他不涉及到水区的问题 住在什么南边一点 跟另外一个城市接壤 他好像就是有 共同一个水区 然后你就是在那个 选票上面就突然问说 这什么什么那个水区 什么什么valley的水区 什么董事 什么要选谁 然后你就 哇 一身冷汗 那个时候就想说 哦天哪 原来说我 拿到的选票的内容 其实不能够 供给整个城市 所有的每一个人都适用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就还发现说哦 其实有很多local的职位 是非常难找到答案的 有很多职位都是如此 你会看到 如果说选比较大的官了 就是那个加州的议员 然后你更不用说国会的什么 他们的网站都会做得很好 然后social media也做得很好 你如果想要了解这个人 你只要在网上打上他们的名字 然后你可以查一查 就说哦 原来这个人说过什么 做过什么 对不对 他是不是支持LGBQ 他是不是支持那个什么等等的 就这些东西 其实你都可以查得到 但是有几个 就是让我感觉到非常confused 就比如说像水区 你查这些候选人吧 每一个人网站都做差不多 都是一个大头像 然后后面就一堆水 然后他们的那个竞争的口号都差不多 我要给你们最低的水费 然后那个最清洁的饮用水 可是然后还有一些人 他是重选 就是说他以前已经当过这个水区的董事 你这样的话 其实你很难查到他的政绩是什么 就是你怎么查说 这个人他在上任了之后 他们区的水费有变低吗 然后他这个水有变得更干净吗 这怎么是住在他们这个区的人 再也不从Costco买水了 大家直接从水管接出来 那自来水就可以喝了 然后大家再也不用买什么 软水的那个系统了 是不是你家里洗头 头发也再也不毛躁了 对不对 你这种东西你都没看见 每个人喊口我喊的都差不多 然后每个人做的东西也都差不多 然后他这个东西又不涉及到什么LGBT 就所有左派Left and Serena那些东西 他又涉及不到 每个人都讲同样的东西 你这个时候就非常难以选择 而且还有很多时候发现说 像什么教育啊 什么那个Trusty Area 什么No.1 No.2 No.3 No.4 你上去一看说 我的妈呀 其实这个人他竞选这个school world 他这个选区只有几个街区而已 真的不夸张 就是那么小的选区 就是你晚上溜溜玩 你把他选区都走完了 你知道吧 然后你会看到一个地图 我现在放上一个地图 你就看到什么 绿的就这么一块就是一个人 黄的就这么一块就是一个人 你说他一个选区里头 他一共也没几家也没几户 但是你就会看到 住在这一片区域里的 每一个人选票上面的内容都不一样 对 这个就是你很难做到一个非常完整的 那个Voter Guide 就是你让大家去完全瞅 你怎么瞅 对吧 这个就是比较困难 就是有这些题是很不一样的 你不管是 你就连选州议会 也都是这个样子 对 像Arcadia有一些选区是可以选Elizabeth 有一些选区是不行选Elizabeth 他选区画分画得特别乱七八糟 他根本就不是按照城市的那个边缘去分 你真的就是住在同一个选区 同一个城市里头了 你可能参议院什么这边给你分到Arcadia那个西边给你分到三十二选区 Arcadia东边给你分到什么参议院三十三选区 什么之类的就变成这个样子 对 所以他们划分的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奇怪 然后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弄 就想请政国的那个选区 我们那时候帮他们做广告的那个时候 你还记不记得 对对对 我们就想说我们这几个城市都去都做 后来后来才发现 原来他是用ZIP Code去分的 对 哪个ZIP Code这个城市的有三个ZIP Code的话 那三个ZIP Code的选区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就觉得说原来是这个样子分的 原来是这个原来他们弄的这么这么的复杂 对我觉得目的就是让各位看不懂 就是让大家投票票 因为你想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投票其实很简单嘛 就是如果要是没投票的人 他会觉得很简单 选川普不就完了吗 哇你拿到选票 我跟你讲什么人都有了 我这是我从来没想过说 有这么多人愿意竞选公职吗 大的小的全部都有 那个选票少的有三页 多的有六页 你就翻吧 上面那个是吧 那个大的职位 你还说OK这几个人我有听过 后面你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是谁 你就说这些人都是谁啊 但是全部都跑到你的选票上面来 还有一个就是发现了一个 我觉得是很严重的问题了 就是共和党推荐的不一定准了 是的 共和党推荐的不一定准了 因为你像比如说像我们做Volver Guy 或者绝大多数的Volver Guy 你没有办法去真的认识到每一个候选人 就像我刚才讲的 选票上出来的人简直是太多 一个城市都那么多 你想想一个county得有多少候选人 你没有办法完全了解说他们到底是谁 是谁是谁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保守派的一些 那个Volver Guy到底是他们都会推选谁 共和党出来Volver Guy 他们都会推选谁 可是你会发现 共和党推荐的也不一定准 因为他们背书的人不见得是按照说 哎呀我真是了解这个人 就比如说Ethan来参选 我就是Ethan这小伙真好 你要选市议会吗 好好好 共和党一定背书你 其实不见得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举个例子 就是尔湾这个城市 市长还有市议会的候选人 我就觉得 共和党给出来的很糟糕 就是尔湾城市的市长 有好几个人嘛 那我就去一个一个看 我就发现说 哎有个人很好啊 很棒啊很不错啊 他虽然网站也没有做得很好 你就知道说 因为年纪大了 你没有办法 真的是让候选人 他自己去做网站 他如果他要是一个老年人的话 你更没有办法指望 他会去把网站做得很好 资讯很棒 然后做得很漂亮 一般都是你要有钱 然后你要去找人 花钱去让人家给你做 然后还要一直update 这也是一笔开销了 那如果他要是很草根 他没什么钱 然后他也不认识这种人 愿意帮他忘了贴的话 那他网站也很难 做得很漂亮 但是我看到他上面一些statement 然后这些东西 我查一查 我就觉得说 这个人是很棒的市长的候选人 可是共和党推选了另外一个人 那另外一个人 我看我也没觉得他怎么样 就是比较general 你说不说他到底有什么优点 到底好在哪里 或者有多坏 你就看起来就是普普的这样子 还有就是争议最大的就是 尔湾市议会的第二区的候选人 为什么他争议最大呢 我觉得这个是 谢谢各位local的朋友们 我觉得就是local的市民 就是应该这样去表现 这个市议会第二区的候选人 也是有好几个候选人 那个市议会第二区 然后呢 共和党这边背书的是一个华人 是一个华人 本来也没想那么多 华人就华人吧 我也就把它这样写上去了 就后来就有人来跟我说 忙打电话 就说 你都不知道这个人好糟糕 我说是吗 原来什么 这个人他在尔湾住了很多年 然后我们有一个朋友 曾经跟他打过交道 然后就发现说 这个人是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人 就是他自己的生活都是一团乱 然后他自己的工作也是一团乱 然后这个人就是之前也跑去过干嘛干嘛 反正你知道了 他竞选 就你了解他这个人 你就知道说 他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糟糕的人 结果他还要去竞选吗 然后还因为他被共和党背书 所以你想如果很多人 比如说像很红的地方 像城县这样一个地方 是比较红的嘛 那大家就去看共和党的Botter Guide 那大家一看 如果要是老外的话 也不是很认识他 那就要共和党背书 那我就投票就投给他了 可是很多华人的话 真的是感谢朋友们 在社区里面 这种社交活动有很多 不光是我们这个朋友 还有另外一个人 也说 哇 这个人烂透了 就是说他曾经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怎么他还 大家都很惊讶 说他怎么会出现在Botter上面 他居然现在跑来竞选呢 然后他还得到共和党的背书 然后大家就很呼吁说 不要投票给他 他很糟糕 很糟糕 对 然后我们后来就也研究了一下 然后就发现说 市议会第二区里面 其实 很好的候选人真的不多 就是你看这些人 你研究不出来说 一个人到底有多好 所以我到后来 就是看来看去 琢磨来琢磨去 祷告来祷告去 就出来了一个人 就是这个人呢 你也挑出来啥毛病 你也不能说他多好 但是你最起码跟别人比起来 他们好像没有那么糟 就是只能是这个样子 那其实都是这个样子 像你记不记得那个Alex Bollakian 就是我们之前访问过的 那个同性恋 在好莱坞那个选区 同性恋的要参选国会议员 对 就是共和党支持那样子的人 然后在那个样子的地方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职位 然后他共和党为他们背书 或许有共和党他自己的考量 那像我们做VoterGuide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圣经的价值观 还有圣经的律法跟典章 去做我们的VoterGuide 所以说 那共和党他们的VoterGuide是什么 其实就只是那些人跟共和党 哪个人跟共和党比较熟 哪个人在共和党比较活跃 哪个人捐钱给共和党的比较多 所以他们就是用这个样子 用非常世界的方式 去来去做他们的VoterGuide 所以说真的是鼓励各位 真的是给罗马的给罗马 给凯撒的给凯撒 然后该给耶稣的给耶稣 该给神的给神 所以说我们要怎样去做 这样子的VoterGuide 然后我们的选票要给谁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所以其实我们也发现 因为我们也会跑一些政治的场合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说 其实拿到背书并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 尤其当你一个职位 比如说我们拿那个尔湾的这个第二区来看好了 你或许有六个人要参选这样一个职位 那么有一个人如果是得到了民主党背书 他就是民主党 如果你这一个区里 其他这些人全部都无党派 然后只有一个人是共和党 那他就会经常去跑共和党这些场子 你知道吗 共和党这个人什么什么厂格兰那个人 我讲说实话 你如果要参政脸皮真的要很厚的 绝大多数人脸皮非常非常厚 我可以讲一句很难听的话 很不要脸的 很不要脸的 他们就是舔着个脸 就是你明明就知道这个人又说谎又干嘛 做尽了糟糕的事情 他舔着脸他也去 他就是跟你认识 他都不管 他都不管说是不是在现场有人知道 说他做过多么丑的事 多么恶心的事 多么怎么样 他不管他 他反正到了这种场子 他就蹭着去 然后他就哈哈笑啊 然后跟你啊呀递名片啊 然后怎么怎么样啊 还轻视了 他就是要去认识这些人了 如果大家是吧 有在生意场上 或者大家成年人应该都有看过这样的人 他就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了 那你说很多共和党里面的人 哪怕是稍微高层一点的 他们其实很喜欢被人捧的 你只要是有人过来说 哎呀那个你的政绩很好啊 你怎么样你都捧两句 他好好再套一套近乎 你可不可以背书啊 什么什么 人家说好好好 那我就给你弄一个共和党的背书 那可能很快 这样的一个背书 就在共和党的网站上面就出现了 然后就在保守派的 这样的一个网站上面就出现了 所以其实拿到背书 不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事情 那如何去消除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就是需要大家各个 你在local里面 长时间的去观察这样的人 就比如说这次第二选讯 朋友就来提醒啊 就说哎不不不不 这个人真的不行 这个人真的不行 然后我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吗 我听他讲完的故事之后 我整个下巴掉下来 这人真的很糟糕 比一般的 我觉得比一般老百姓要糟糕很多 所以还是需要大家更多的监督 就是你住的这一片区域 你如何去维护 包括你们的城市 然后你们社区里面 这些校董会 真的是要靠当地的人去维护 你们才是最了解 这些人都在做什么的 还有一点 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 我感觉非常非常难过 就是什么 民主党真是毫无底线 毫无底线 真是没有底线 很多时候我们想说 哎呀对不对 政党轮替 是吧 保持平衡 哎呀两个党都不好 都是人 怎么都乱到 好这样说 说法 我很能理解 可是大家现在要擦亮眼睛 民主党真的是毫无底线 毫无逻辑 为什么 我就是因为这次做Voterguide 我就经常去民主党的网站 我之前从来不会看民主党的网站 因为我看到民主党那些人 嘴里讲那些话 我就会很生气 然后气我睡着觉 所以我就不去看 可是我这次因为做Voterguide 因为共和党的Voterguide不全 所以我很多时候 我要到民主党那边去看 他们的Voterguide 完全没有任何的尝试 你如果要跟我讲说政党轮替 这里面有个前提 你要政党轮替的话 你是最起码说 这个党它要有方向 你有贪污 有腐败 有什么什么 OK 只要有人的地方 都会有这些东西 你不用讲政党 公司里面也有 是吧 都会有 我可以理解 但是 你如果说一个政党 它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是反逻辑反常识 你就会发现说 你有毛病啊 我要选你 谁头脑正常要选你 为什么我说 他们的Voterguide 完全没有任何基本常识 全加州投票议案 一共有十个议案 对不对 我们也都给出来 说那个 只有34跟36是yes 其他全部都是no 那里面有很多是债券 债券 债券 要先花你的钱 你要同意吗 当然不要同意啊 你就是这些 很基本常识的问题 民主党的Voterguide 怎么给你 民主党的Voterguide 跟共和党是完全相反的 所有的都是yes 只有36号是no 36号讲的是什么 36号是要为了要那个修正47号提案 就是950块的那个抢劫 这个36号讲的是说 允许对某些这个盗贼 他犯罪提出重罪的指控 并且要加重刑罚 如果呢 这个被告以前有两次毒品 或者是盗窃的前科 允许对持有某些毒品和金额 低于950美元的盗窃行为 提出重罪的指控 很正常的一件事 对不对 民主党说什么 说你这个东西要提弄 还有两次哦 这个已经很宽容 还有两次 对还有两次 可是这个法案 是他们唯一反对的法案 你完全没有办法 你说了解 就是他反对的点到底在哪里 你要对这个犯人 是不是你要刑罚作恶的 你就罗马书四山 上面有讲到对不对 就是这个要刑罚作恶的 你你不知道说这个 你不要刑罚作恶的 就其他所有的要加税都OK 然后那个不男不女结婚都OK 所有的债券 除了全部都OK 一切都是打乱市场经济的 然后让大家越来越付不起钱 这些都OK 然后他唯一反对的一个 唯一反对的一个就是说 可不可以把这些人关监狱 你完全没有办法了解 他反对的点到底在哪里 我现在只能想到说 他为什么反对 他为什么反对 他就是为了要跟 共和党作对 我能想到的只是这个样子 对我来讲 他们就是一个 很邪恶的政党 就是邪恶 对我不知道 为什么有任何基督徒 会去支持他 我不知道为什么 会有任何人去支持他 对啊 你说不是基督徒 也不是基督徒 你喜欢通货膨胀 对 不是基督徒 你喜欢被人抢劫 被人打 然后这个最方还 修网法院 没有人喜欢这种事情吗 对 然后他们讲的就很好听 然后就说什么 我们在帮助穷人 我们在支持移民 我们在支持非法移民 我们在帮助非法移民 我们在帮助人 这些废话 大家听多了 OK 拿你的钱去帮助别人 拿他的钱去帮助别人 拿别人的钱去帮助别人 都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相信各位 应该都非常非常的了解 我今天给你20块 让你去发给Homeless 你发的跟什么一样 随随随随随随 来 Homeless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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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拿个20块 去发给Homeless 那时候你就说 Homeless它需要这么多吗 二块是不是有点多了 对对 我们家有个上礼拜买面包还没吃 我给个面包就好了吧 对对对 所以说拿别人的钱去做善事 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但是别人就会 很多牧师 不止一个 我还知道蛮多个 牧师 基督徒 然后就说 这样子是在帮助穷人 这样子在什么什么 这不符合圣经 OK 拿别人的钱去帮助别人 这是不符合圣经 而且是在偷窃的 但是他们听起来很好听 啊我们可以用公众的力量 我们可以用政府的力量 我们可以用一个 法律来逼迫大家帮助穷人 这个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但是各位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民主党他们要的就是逼迫跟压迫 还有偷窃杀害毁坏 他们偷窃你的财产 杀害你的孩子 毁坏你的城市 就是这么的 现实血淋淋的在各位的面前 他们就写着法案哦 这些这些各位投票这些东西 他们所有投yes的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在偷窃杀害毁坏 各位的生活 对没有一个是帮助老百姓的 他们的目标非常非常可怕 现在民主党他们不是一个普通的政党了 他不是说我为了要夺取权利 要政党轮替 然后我们的党有一个新鲜的目标 我们要带着什么那个国家什么前进 不是 你看到他们目标非常可怕 他们跟老百姓的利益毫无关系 甚至跟他们 他们自己的利益也毫无关系 你这些东西真的通过了 我想没有一个人是高兴的 可是这是非常非常愚蠢的 任何人啊 投票给民主党的 我可以说 他们对国家 对自己的选票 对下一代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只要脑细胞超过两个以上 你都不会跟着民主党的投票建议去投票了 你就看一看 你就说这什么东西 吓到人 接下来一点 也是让我感觉到比较难过 就是说 共和党 没有在任何人做事 我不知道是不是加州的共和党 怎么样是已经放弃了吗 感觉说反正我们都已经被人 按在地上摩擦这么多年了 什么反正已经拦到一个不OK 我们也就放弃了 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真的发现 共和党没有在认真做事 为什么呢 他给出来那个Volter Guide 上面那个资讯 比民主党 我跟你讲这差多了 你去看民主党网站 做的又漂亮又精细 而且他们推选的那些候选人 很多是非常细节到local的那些职位 其实都有的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说研究Volter Guide 我最近上很多民主党网站 就我一看这个人 我说呀 这到底要选谁呀 网上也查不到什么资料 这人也没什么网站 怎么办 我就上那个民主党的网站 你看民主党网站说 哎呦 他推这个人呢 好 那我就去选另外一个人 对 所以就是说你会看到说 在Volter Guide上面这个做起来 民主党做的比共和党要非常好很多 而且共和党做的是非常非常不全 而且他不仅不全 我在看哈 就是南加这四大县里面哈 哎 哪个县最有问题 哎呈现的选举班最有问题 我都觉得呈现的共和党 呈现算很红的地方 对不对 你说你最起码你 你呈现的共和党 你拿了钱你得办事 你这个对你自己的选区 你要那个一点哈 我我这是做呈现选举班 我发现哇呈现共和党的错误 一箩一箩箩最多 打错字的 打错选区的 打错职位的 打错人名的 前一个刚看着Trustee 那个第三区 这个人叫什么 Trustee第四区 跟第三区人名一模一样 真是奇了怪了 漏洞百数 哎然后而且你就是坐一会 你坐个五到十分钟 你就会发现怎么又一个错的 你坐五到十分钟 又一个错漏洞百数非常非常多 那大家应该都可以知道就是 加州共和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软弱 那之前我们去看的时候就说啊 都被什么Rhino控制啊 然后什么 这次做了Voter Guide之后 真的发现 不负责任 我跟你说话 对他们什么都没在做 我们每一次 什么捐钱给共和党 打电话 各位有多少人接到这个电话 然后之前我接电话 还是真的人过来跟我讲 然后他还跟我讲说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哦你们这一次对川普这个东西 我很生气 他说 yeah I'm sorry I'm sorry you feel that way 还给我一个 comfort 今年我接到电话 今天我接到很多次电话嘛 我都还要放扩音 就直接用钱是吗 对全是机器人 Hi may I speak to Ethan Yes this is Ethan Wow this is California CAGOP 讲一场串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说 Wait are you a robot 他讲他的 我就说你就是个robot 然后就是他们连 连安抚选民的情绪都没有 他们就是纯粹过来跟你要钱 所以说我这次看了之后 我就觉得说 Wow 呃好人 也不是说好人啊 就是他们真的没有把心 放在这个地方 他们没有把他们的 呃专注力放在那个地方 他们没有想要赢得这次的选举 因为我不知道民主党给 共和党多少钱 CAGOP多少钱啊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敌人在我们面前张牙舞爪 这个样子的时候 你没有想办法去攻击敌人 你只是跟我们要钱而已 你纯粹是跟我们要钱 请问CAGOP 这一次有做出对于民主党任何的攻击吗 没有 然后有做出任何的呃广告吗 也没有 只是纯粹要钱的 所以说看了其实是很难过 很伤心 然后觉得说我们到底 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挺你 我们做这个voter guide 我们这么辛苦的去 他这么辛苦的去一个一个去查 然后为了共和党的这个 这些呃候选人 去做这么多的事情 到底是为了什么 绝对不是为了你 绝对 我们选举绝对不是为了共和党 这次我可以百分之一百的坚定的说 我们不是共和党的棋子 我们跟共和党可以可以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一次我们做的voter guide 跟共和党一点关系都没有 有参考他们的东西啊 但是呃最主要的东西不是因不是来自于他们 对 然后还有呢就我这次做voter guide 然后我也我也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 就是两口子参选同一个职位 两口子参选同一个职位 你要不选他要不选他 反正他们家都得赢 同一个党 呃无党派的你看不出来是不是同一个党 嗯 last name是一样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不是我坐那我就感觉有点奇怪 我说这怎么是last name都一样呢 然后怎么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然后我就分别去他俩网站上查你知道吗 结果人家在网站上肯定不能说说那个人就是我老公 或者那日就是我老婆对不对 但是他们两个描述的都一样 就这男的说哦我住在这个城市已经住了多久多久了 我和我美丽的老婆有两个女儿 然后去那个女的网站上也说啊 我是这是什么什么多少年的居民 然后我跟我的老公有两个女儿 我想 哎呀你俩真是两口子呀 只不过就是啊我想 有他们照片吗 有哎有没有照片 没有好像没有两口一家的 但是就是有个人的单独的照片 我还去那个网站留言 他那个网站有个机器人吗 还跳着说哦你有什么事要对这个后院人说 然后我就上学打个问题 我说你跟那个人 我说你俩是一家的吗 他人也没回我了 对然后我就感觉到很很诧异 我想说哎呦还能这么玩 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什么吗 还有同一个人 他参选两个职位 他参选两个不同的职位 但是是同一个人 就是你看选票啊 你刚看到这一页最后一个问题 然后上面有他的名字 你再把这个页翻过来 又上面这个问题又是他 他参选两个不同的职位 同一个人 不是共和党写错了 不是 选票上面 这选票上面 这不是Vologeye上面 选票上面 OK 就有两口子竞争同一个职位的 然后还有一个人参选俩职位的 我就想说 你这人我肯定不能选 你就这么想当官啊 对啊 然后我就觉得说 还能这样 以前从来没发现过这种问题吗 他自己看说哦 以前也有一次啊 像那个Chu vs Chu 你还记得吗 谁啊 赵美心跟Betty Chu 两个都是Chu 但是不一样啊 对 他们俩是不同党 然后是敌对的 对对对 虽然是一家人 但是是敌对的 对 那个姑姑跟侄女嘛 对 还有呢 就是啊 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担心 就是这回不是做出这个选举指南了吗 Vologeye 我其实很怕就是大家呀 抄作业抄不明白 因为你如果要做Vologeye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最简单 最省事 你不用花那么多时间 就是说 你把这个选票拿来 然后每一个你都填好 填好了 你就拍照片 然后把几个照片合在一起 这不就是让大家说 看着画圈圈吗 可是你如果要是这么来做呢 把这个选票拍照 然后上传这种方式 我就怕大家不看人名 光看是图上面那个圈 还是下面那个圈 可是你知道 这个选票的答案上面 你的选票跟我选票不一样 它上下名字是会互换的 如果你这互换了 你这画圈 你不就画错了吗 你不能说 这个圈在上面 我也填这个圈 你按照圈的位置填的话 就画错了 因为这个圈 它不是永远都在上面 所以有一点心得了 有点感想了 就是会发现说 我们其实不管这个大选 结束了也好 或者大家暂时松一口气 大家可以感恩节 马上就要到了 大家可以先准备准备 看哪吃货鸡 然后去哪买火腿 完了大家准备准备 那个买买礼物 就是欢庆一下 但是其实我们要了解到 就是这一场战争还没有结束 我们公民教育圣经价值观的推行 其实还有很长很长 很远很远的路要走 不过现在比之前起色好了非常非常多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因为现在具有投票资格的人太多 就是说 我说具有投票资格是美国公民 就是你可以去合法的投票 拥有这些投票资格的人太多 但是并不是拥有这些投票资格的人 他们的身心灵都预备好了有投票资格 就是说他们是从法理上面是可以去投票 但是大概有98%的人 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就好像这一次 大家都互相那个传互相抄 Volga这个选举指南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也就是说你都到了临门一脚了 你只能就是这样给出大家答案来抄 但是其实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 大家可以自己明白就是为什么我选他 我不选那个 然后包括无党派的支派 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研究 就是说为什么 那个在我们local的这个人 他曾经做过什么 在我们local这个人 我其实希望是看到这样 因为这并不是说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我们看到在核桃市 就有很多非常热心的市民 他们自己local 哇我跟你讲了如指掌 local里面示意会里的谁谁谁 校总会的谁谁 哇他们清楚的很 所以你这样的话你就觉得说 哦原来他们是这么了解 自己身边居住的环境 他们是如此热爱自己的社区 他们是如此爱护自己的城市 所以他们了解说 这些人谁能选谁不能选 因为他们就住在这里 那我们更希望的是 每个人其实都可以这样子 去了解自己的社区 然后知道说 为什么我要选他 为什么我不要选那个人 所以呢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我们还会继续做这个方面的工作 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建造起来 建造起来自己的社区 成为有智慧的 有神话语的 而且是好的 明白圣经真理 还有价值观的好的美国公民 在乎我们身边的学区 以及大大小小的职位的 合格的美国公民 对 我那天看到了一个影片 我觉得他说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他就是在讲 他就是一个牧师 在说这次的大选 大家要去投票各方面 他说 很多人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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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圣教分离啊 然后教会是教会的 然后这个 这个世界是世界的 我们不属于世界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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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他说的非常非常重要 他说 我们是这个世界的 炎跟光 然后 我们不属这个世界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如果你属于这个世界的话 那你就是跟世界一样了 你只有在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才可以做这个世界的炎跟光 对 黑暗不会影响光 只有光会影响黑暗 那没有贤味的东西 不会影响有贤味的东西 只有炎才可以影响 没有贤味的这个东西 我们就是因为 不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因为耶稣的拣选的关系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才可以去影响世界 耶稣虽然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但是一直强调 我们要去影响世界 然后我那天在Bible Study的时候 我们讲到的是那个 非法移民的这个问题 Andy就直接跟我讲 就讲说 我们这个非法移民这个议题啊 你要怎么样去看 圣经里面 很少有说什么 我们欢迎别人进来 然后来影响的 反正是说 我们要隔开的 他们是怎么样去传福音 怎么样去影响世界 他们都是把人 send出去 送出去 送出去人 才是真正符合圣经的价值观 各位可以想想看 为什么现在 福音可以广传 因为英国当时的国家 还有天主教当时 丢出去了多少个这个传教士 在台湾直接就在那个地方生活一辈子 去中国大陆去生活一辈子 去哪里 去各个地方去做这样的东西 这样才是符合圣经的价值观 你说那些不属于世界吗 没有 他们就是因为不属于世界 他们是属神的 所以他们才有义务要去影响世界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就是各位 以后都不需要选举包 公民教育教育的非常非常棒 然后大家每次一看到这个是谁 这个是谁 我们希望各位每一个都变成这样子 可以自己依照圣经的价值观 来去分辨善恶 然后来去看怎么样去拣选 代表我们这些候选人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各个教会 每一个牧师 以后每一次去台上讲到的时候 是可以直接说 这些就是圣经的价值观 各位要去选谁 然后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 不需要什么 选举包怎么样 因为选举包操的 他做得很辛苦 而且各位还有人可能操错 然后有人不知道怎么操 我们要怎么样去 拣选这些人来代表 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公民教育不可以停 然后我们一定要继续做这样的事情 对而且我想说 这个教育是真的不能停了 而且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因为你想在真言里面 神说说你父母要怎么教导小孩 他说你你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神的话语 哇你想这不是烦死了吗 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你一天不干别的事了 你早上起床 在神的国里 那个醒来是有福的 晚上睡觉之前 那个要读经要祷告 就是你一天的生活 你不可能 你不能跟神断绝开 因为你不属这个世界 你属于神 你属于天国的子民 所以你脑袋里装的东西 你装的话语 当然是从天上来的粮食 而不是地上的这些废话 你脑里面装的不应该是 什么小S的综艺节目 还怎么哪个女明星买什么鞋了 哪个女明星买什么包 这些东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刚才讲的 说我们不属这个世界 我觉得这个才是 非常正确的解释的方式 很多人说我不属这个世界 我都啥也不管了 你啥也不管了 你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你看没看到 属于这些世界的人 他们的symptom是什么 你有没有看到 属于这个世界的人 他们才觉得说 关我什么事啊 他们不在乎小孩被堕胎 他们不在乎小孩被变性 这些东西他们都不在乎 为什么旧途会做这些 看起来很夸张 很疯狂 就很多人都问说 你在乎那个干嘛呀 还有人花时间在做这个东西啊 就太莫名其妙了吧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做的 不是属于地上的事情 因为我们是被神拣选的 我们在做的是属于神的事情 所以地上的人不明白 因为我们要做的是 光照进黑暗里面 黑暗就要恐惧 就要逃走 我们要做的是 没有味道的一锅 什么汤啊水啊之类的 我们就要做很咸很咸的盐 对不对 一丢进去 哎呀好咸好咸好咸 我们就是要做到这种程度 是让敌人得肾脏病 牺牲 所以你说这个才是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乎 那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这就是其中的一个symptom 这就是一个症状啦 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乎 那大家都说 哇你为什么不在乎赚钱呢 你脑子里到底装什么东西 对啊我脑子里装的是什么 我脑子里装就是神告诉我的东西啊 所以我才不在乎世界在乎的东西嘛 我在乎才是神在乎的东西嘛 好所以呢 在这里真的也是要表扬 就是心里感觉到非常非常温暖了 就是各位朋友们 我们看到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朋友 在这次大选里面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 哇有的朋友啊 接送老人呢 你知道吗 去投票站投票啊 然后那个帮助老人呢 一起圈那个圈圈啊 一起来画呀 什么什么的 然后呢 很多人啊 哇真的是头脑爆炸 每天都在那个研究 然后很多人说这个要怎么贴这个要怎么样 他就说哎你这个要怎么样 每一个就跟人家解释 然后我们北加有非常多的爱国者 他们也出了很多很多local这种的选举包 感谢大家 谢谢你们 好 然后包括呢 现在那个很多朋友也开始说 哎监票怎么怎么样 这些活动都在做 其实我们现在能做的还有非常非常多 但是真是感觉到心里非常非常的温暖 我想说现在这样的一个景况 是在2016没看过的 在2020更没看过的 可能是在所有以往的选举里面 都没看过的情况 现在正在发生 现在正在发生 我们处于一个非常非常critical的一个时间点 但是大家都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欣慰的事情 然后让我感觉到说 我们真的很幸福 可以在这个时间点跟神一起来奋斗 可以做神的事工 我们两个真的就是24小时在做神的话语的事情 还不够了还不够了 还不够了 但是就是觉得很开心可以有 我们可以去做 本来我们都在世界里面 本来我们都 我上面就是赚钱 就是很有面子 我开什么样的车 拿什么样的包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 但是现在没有 现在我们每一天 我们就是读圣经 写稿 然后看事件 然后怎么样把这个世界跟圣经的这个东西做一个连结 我们要怎么样去看这个每一个新闻 我们活得好幸福 我希望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样子的幸福 我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活得有目标 而且有盼望 我们在跟神一起同工 你想想看 挪亚在照方舟的时候 他有多快乐 我觉得他太快乐了 我觉得挪亚太快乐了 你想想看这个 圣经里面每一个先知 每一个世事 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天哪好痛苦啊 但是他们是有目标 是有希望 他们是快乐 他们是喜乐的 我希望这样子的喜乐 可以给所有的人都知道 而且都可以感受到 斯蒂凡在被打死的时候 他为什么可以笑的这样子去面对 哈哈哈哈这样子 为什么耶稣在愿意这样子去受罚 因为有神的同在 真的是太快乐了 我真的希望每一个基督徒 都可以感受到这样子的快乐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在这一个大学里面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区写出来 然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彼此来鼓励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么接下来这个时间也是非常非常紧迫 让我们继续来迫切的祷告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藤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